4月10日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警方证实 当天早上在该市市中心的Old National Bank突发枪击事件 以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5人死亡 另有8人受伤 伤者包含两名警察 路易斯维尔市警察局副局长保罗·汉弗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枪击事件嫌疑人已四为银行的前雇员 警方在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左右接到报案电话 当警察赶赴现场时 枪手正在开枪 警方随即与枪手交火 枪手在与警方交火中死亡 警方没有说明枪手的动机 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在记者会上情绪激动 一度哽咽 他说 其中两名死者是他的好朋友 他还有一位朋友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美国总统拜登4月10日表示 他计划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但尚未准备好发表正式声明 此前 拜登曾多次暗示他打算竞选连任2024年美国总统 但正式宣布的时间一再推迟 目前 80岁的拜登已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在任总统 几位匿名消息人士称 拜登在发表上述言令之际 白宫高级顾问正准备就启动他的连任竞选活动 做出最终决定 需要考虑的几个主要因素包括 民主党内没有出现主要的挑战者 正在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前总统特朗普 已被刑事起诉 并成为政治焦点 与国会共和党人就政府支出问题发生重大冲突 民主党方面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 小罗伯特·肯尼迪已于4月5日正式加入竞选美国总统的行列 他已提交相关申请 准备在2024年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总统 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娜·威廉姆森 也于2023年2月宣布参加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 尽管支持率低迷 但民主党的部分人士甚至在拜登正式宣布寻求连任之前 已经表示 他们都支持拜登竞选连任 针对网上近期出现的大批涉及多国的机密军事和情报文件 一些西方专家和美国官员表示 泄密者可能来自美国 美方目前正忙于确定泄密的来源 这次文件泄密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的行动细节 韩国高官的内部讨论 以及涉及中东和非洲等部分 美国国防部前高官麦克尔·马尔·罗伊表示 现在的焦点是 这次泄密事件与美国有关 因为许多文件只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另一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官员说 美方正在调查一名美国官员或一群官员泄露此类敏感信息的动机是什么 美国国防部9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在审查相关照片和文件的有效性 并称 这些文件似乎包含敏感和高度机密的材料 国防部已将此事提交给司法部 司法部已展开刑事调查 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4月9日在上海宣布加码投资 新建储能超级工厂 计划于2023年第三季度开工 2024年第二季度投产 当日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 据悉 工厂将规划生产特斯拉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 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1万台 储能规模近40几瓦时 2019年1月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 创造了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 当年交付的特斯拉速度 2019年至今 特斯拉在临港芯片区的投资持续增加 不仅提升了上海超级工厂的产能 还投建了超级充电桩工厂等 据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管委会介绍 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拉首个在美国以外的工厂 引入特斯拉后 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临港芯片区的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此次储能超级工厂的落地 将有望再造下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022年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交付超71万辆电动汽车 这里已成为特斯拉在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 太级工厂最强的智要入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